今天和大家吃一間挺划算的半自助寒宵放題 寒牛牧場 這個寒牛牧場就在銅鑼灣的永光中心 永光中心就在這個出名的銅鑼灣食街 燈龍街 位置上非常方便 走去時代廣場或者唇光都非常近 非常便利 主打是全自助的烤肉 分了兩組的價位 一種就是牛王諸厚盛 價格相對貴一點 由最便宜的$398到最貴的$458不等 這個餐包很多東西 好像有寒牛、海鮮、刺身、壽司 還有很多不同的牛肉、豬肉、雞肉 自助海鮮巴的蝦、翡翠螺、青口等等 另外這個便宜一點的小紫牛 就由$278開始 到最貴的$318不等 主要的分別 沒有了最貴的寒牛 另外每位附送的 刺身 燒烤評判會有少少不同 不過我今天的重點 就不是吃這些 因為這些價位 相對偏高一點 而我今天吃的 就是去五市限定的 半自助寒蕭 只要叫他一個煮食或者套餐 就已經包了你煮食 再加外面自助區的沙律、前菜、小食和飲品 那多少錢呢 最便宜 只不過是$78起 而且都有多款不同的選擇 好像是韓國海大牛肉湯飯 泡菜豬肉湯飯 大醬海鮮豆腐湯飯 另外還有一些$88的割切魚山湯 韓牛雪龍湯飯 泡菜濟州黑毛豬定食 還有精選十罐壽司定食 這些就$88 另外再貴一點 就有五色雜錦刺身湯 還有天婦羅海鮮定食$98 最貴最貴的 就是韓牛他他當 還有韓牛牛肋骨湯飯 128元 另外還有些套餐 就有這個宮廷人參烏雞湯 跟飯 148元 但是 二人份 即是除開一位 74元 比剛才最便宜的78元 而我今天吃的 就是另外的 韓燒定食套餐 就是濟州黑毛豬韓燒肉定量午餐 188元 就是二人份 包裹了 濟州黑毛豬肩三角骨 濟州黑毛豬肩肉 西班牙黑豚五花腩 韓式雞中液 和青魚柳 188元 兩位 平均一位 94元 另外 有少少折扣 最後 179元 另外 還有一款貴少少的 二人午時餐 就是 韓牛 韓燒定量午時餐 包裹了 韓牛牛肋骨肉 韓醬 韓牛肩鴿 西班牙黑豚五花腩 韓式雞腿肉 和虎蝦拼半殼青喉 238元 二人份 即是一人 都是119元 全部的這些餐 包裹了外面自助區的沙律 前菜 小食 飲品 任飲任食 價格上 值得 先和大家看看餐廳的環境 這裏是一間樓上鋪 我去那天 星期六 下午 人不算很多 整間餐廳 只有三多台客 這裏是用 光波的燒烤爐 相對油煙 沒有那麼大 而且會自轉 所以燒的功夫 又會節省 雲巡 而外面的放題區 有這兩組櫃 有各款的泡菜、小食、沙律 旁邊還有飲品櫃 而另外轉個彎 還有雪糕、雪條櫃 不過這個只限全放題才有 我們半放題 就沒有了 大家看看餐廳的周圍環境 很搶眼的牛牛和豬豬 還有一些韓文字的布置 我們兩個人坐窗邊的卡位 基本上應該可以坐四個人 都相對寬落 亦都看著遠處的時代廣場 先去拿些沙律前菜小食 基本上都是最常見的泡菜 有最傳統的韓國泡菜 也有芽菜的泡菜 蓮藕的泡菜 還有小食類的牛舌 沙律 有山菜 蟹子 蟹柳 粟米 車尼茄 青瓜 等等 選擇上 不是說很豐富 但餐前吃的小食 挺不錯的 而且也是任你吃 任你拿的 跟著飲品 選擇上都不錯 有最常見的汽水 也有這些台式的罐裝飲品 好像是燒鮮草爽 另外也有黑糖 薑母茶 跟著有些韓式的罐裝飲品 好像這個忌廉溝鮮奶 等等 選擇上 蠻豐富 而且幾十元 已經可以任喝 任吃這些沙律前菜飲品 非常之划算 好 再來一個主食 我們叫的 就是這個濟州黑毛豬的二人塞 就是這一盒 份量 不算很多 但也算挺精美的 有這個 好像豬扒 黑毛豬肩三角骨 另外有些薄薄的 每套兩至三片 濟州黑毛豬肩肉 西班牙黑豚五花腩 跟著這個韓式雞翼 一隻切開兩邊 一人一隻 即是每人有兩塊 還有這個青魚柳 兩大塊 跟著 再跟了一點粟米 脆肉瓜 冬菇 雞腿菇 就是這樣 看起來 不錯 份量 略嫌少了一點 尤其是沒有跟飯之類 基本上如果大吃一點 可能真的會不飽 而我們兩個人來說 都算剛剛好 好 開始燒肉 我其實將餐子 也有介紹每種肉類海鮮燒的時間 大家就可以因應這個時間 去燒自己的肉 其實都很方便 放下去 自己轉 反一反 等到它熟 就可以了 都挺有趣 在這裡轉下轉下 就是這樣 北角 織完中途 提一提我們 可以首先燒肉類 最後先燒雞翼 可能因為雞翼有點醬汁 怕煮到燒烤盤會黏住 另外 配了這隻 燒肉的醬汁 再加麻油 還有一些懷鹽 可以自己加進去 開餐 轉轉轉 不用一會就吃得了 而且它的肉 除了這個三角骨肉 厚一點之外 其他都比較薄 所以基本上 很快就 燒熟 始終 都是喜歡吃 在韓國吃的 燒肉 厚一點 質感 豐富很多 現在香港吃的 通常都是薄切切 口感就差很遠 真的看得出是黑毛豬肉 都會留一些黑色的毛 讓你看到 當然就不是整條 就看到皮裏面 帶了一些黑色的毛孔 這個就頗有皺口 頗有皺頭 頗香肉味 另外這個西班牙黑豚五花腩 因為切得薄 那邊的頭 始終都不太吃得出 質感 浪費了一點 我寧願比貴一點 吃厚一點 更會更好 但是 燒一燒來吃 都蠻香口 蠻好吃的 另外這個韓式雞中液 我也覺得不錯 切開了兩半 加上醬汁 蠻香口 蠻好吃 雞翼本身也蠻滑 不錯 另外這個青魚柳 燒完之後 皮脆肉嫩 蠻好 蠻香 幾款的肉 整體都不錯 是真的 略嫌豬肉 薄身了 另外配的粟米 脆肉瓜 冬菇 雞皮菇 都OK的 燒一燒 香香的 看看 汽水喝完一罐有一罐 最後 兩個人 就喝了這麼多 看看 燒得剛剛好 但有時候 一個不為意 燒得乾柴了一點 所以大家都要看著火候 另外外面的 小食前菜 整體質素都不錯 牛奶做得不錯 不妨吃多幾塊 另外泡菜 都OK 沙律都不錯 整體來說 我都滿意這個汗牛牧場的 半自助烤肉 午餐 一位不用80元 已經吃到濟州核無珠的五時套 包含外面 全部的 沙律前菜 小食 飲品 非常滿足的一餐 價錢又不貴 賣單兩位 這個套餐 179元 不過這裡 只收現金 大家記得要大現金 不知道是五時定食 收現金 只是全店舖 都是自收現金 看看沙律前菜 吃完一碟 又一碟 吃完一碟 又一碟 只吃這些 多幾碟 都值得 我建議大家 如果 自民食量大一點 可能就叫 飯麵的 會比較好 像刺身檔 湯飯 否則 真的有機會不夠飽 我都沒有留意到 現在有個 八五折 折了之後 179元 不加底 下次再和大家 試吃其他東西 拜拜